- 內心有個神音在鼓動我去做這件事 去開咖啡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時候想好吧 那來試試看好了 開咖啡館這種生活方式好像還不錯 好像滿舒服的 不用在外面風吹日曬 不用跑來跑去 不用出去跟一些不想應酬的人應酬 如果以氛圍來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最主要是燈光 開這家店是希望我能夠選擇過一種生活 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會希望這個地方可以成為 我的家的客廳的一種感覺 至少是客廳或廚房 我希望能夠帶給來這邊的人 有去朋友家做客的感覺 那我覺得一個人家裡 家裡不會有很多那種很商業的投射人 我希望整個空間的燈光 是一閃一閃的燈去營造出來的 所以會找了很多每一盞燈都不一樣 我希望這邊來的客人 不要只是把這邊當作一個消磨時間的地方 你可以來這邊認識一些朋友 不要只是低頭打電話 因為這是我的生活 我不是在做生意 當然我要收錢 可是我不是為了要賺你的錢 所以做你的生意 我是希望我分享這樣的生活 然後我用心做每一杯飲料 你來這邊可以很放心的喝飲料 很放鬆的在這邊做自己 你使用了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付點費用 然後讓這樣的服務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我的咖啡的特點 我認為咖啡有很多的可能性 就同一支咖啡的方向分子有超過800種 那我們在煮的時候有很多可能性 去表現它800多種氣味的分布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 今天就算同一支豆子 每個人喜歡的部分也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選一支豆子 我不知道怎麼幫你煮 我必須要去跟你聊聊天 知道你期許這杯咖啡的香氣是什麼樣的表現 在口感還有味道上 你希望它表現是怎麼樣的 就是讓此時 此刻是保持很愉悅的狀態 對 你不是被壓迫的 你不是被 不情願去做某些事情的 不是因為你的責任或你的義務